超大颗高丽菜 大哥手很顺 一颗接一颗切 这礼拜开始第一天 所有人员忙不停 杜苏瑞台风来势汹汹 虽然说啊 现在是还没有进到台湾 不过呢 菜价已经闻台风上涨了 比方说像是这一类的夜菜类 现在的涨幅都是最大的 最怕下雨的夜菜类 掌声已经响起 以初秋高丽菜来说 市场贩卖上周四十元 这礼拜涨三块 而白菜和青江菜 涨幅约一成 最夸张的是大陆妹 上周一斤四十元 周二已经变成五十五元 另外也涨很凶的还有番茄 上涨超过十元 青椒也比之前贵两成 至少四成以上有 台风来了嘛 夜菜类都很贵啊 有嘛比较多 三四天的菜 台湾天不能出来啊 不少菜栏族很有感 一次买足三到四天份量 而从农产品批发市场 交易行情网站来看 批发价和上周五相比 牛番茄一口气涨四十四percent 蜗具涨十二元 丝瓜上周一公斤二十二点八元 周二三十三点八元 小白菜也从四十一元变成五十二块 西北雨下雨 造成说有中南部有一些菜 那个水伤蛮严重的 所以在价格上都会有比较上扬一些 预期心理的话 多少还是难免的啦 最主要是因为这一两个礼拜下雨的因素 南部西北雨是主要原因 再加上台风预期心理 以及买气上升 才会连带影响菜价 要审荷包老板说 可以买马铃薯洋葱 以及韩国进口大白菜 另外备战台风 卖场也有准备 全联饼干泡面等物资备货充足 大润发 生鲜蔬果多倍1.5倍 佳乐福也比平常多三倍 价格不会上涨 爱买则是多倍货三到五倍的量 以前准备要备战台风 台北新闻 徐广章会先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